你们知道现在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三款最好卖的车是什么车吗 我告诉你它们分别就是 Myvi、 Asia 跟 Beza 而且虽然说它们排名前三 但是实际上它们的销量都差不多 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车款呢 是传说中将在明年推出大开款的车型 它就是 Produa 的 Asia 在进入正题之前要告诉大家 其实这款车的名字不读 Asia 是 Asia Z的音 OK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 其实这两车跟一款 Toyota 的车是这个双胞胎的车型 它就是这个 Toyota 的 Agia 或者叫做 Vico 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名字 它们是这个 Daihatsu 开发的 Air Segment 小车 基于这个 Daihatsu 的 Air Segment Global Platform 打造 所以那时候在发布的时候 这款车的 standard 它的标准其实还是蛮高的 例如说它的空间表现不错 然后它的安全性也不错 在当时的 ASEAN NCAT 呢 它的测试成绩获得了四星 如果以这样子的小车来讲呢 其实有四星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呢 它因为这个出色的油耗表现 还有这个 Produa 一直以来的耐用性呢 在一发布的时候就获得了四场的欢迎 我记得那个时候呢 订车你需要等八个月或以上 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有订车 可是等了三个月真的等不下去 所以我 Cancel Booking 所以可以看出这款车在那个时候是多么受欢迎 而且它甚至还打败了它的大哥 Myvi 成为了马来西亚市场最畅销的新车之一 其实关于这个 ASEAN 呢 我自己也开过非常多次 我也很明白为什么它会那么受欢迎 老实讲它跟第二代的 Myvi 相比 它的空间表现不会逊色太多 但是呢 它的操控表现真的是完败第二代的 Myvi 因为虽然我买不到 但是我的家人还是有一台 所以我也蛮常开这辆车的 我给予这辆车的评价很高 所以这款车可以成为 马来西亚市场最畅销的车款 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啦 这款车从2014年开始销售一直到现在 在这段期间内 原厂经过了一次小改款 跟一次升级版来增加这款车的竞争力 这款车比较大的升级之处 在于它加入了这个 ASEAN 2.0 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增加了一个叫做 ASEAN style 的车型 看起来有点像 crossover 虽然它不是真的 crossover 但是看起来还是蛮帅的 也因此这款车的能见度是非常的高 由此可以看出 ASEAN 在我国市场确实是很受欢迎 不过它在怎样好卖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老将的 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有了八年那么久 所以就有消息指出 在明年呢 Prodot 就会为这个 ASEAN 推出大改款车型 关于 ASEAN 大改款的消息 其实是在2021年年尾到2022年年初这段期间流出的 这是因为某些和这个Prodot 有合作关系的工程师呢 在他们的这个个人网上面 泄露了这个消息 就连开发代号都公布了 这个开发代号叫做 D74A 但是如果现在你去Google 搜索这些消息的话 搜索不到 因为已经被移除了 但是还是很多关于这款车的消息被曝光 我们都知道现在Prodot的新车 基本上清一色都换取了这个 DNGA 平台打造 而新一代的 ASEAN 同样的也会采用这个 DNGA 平台打造 但是采用的是 A 平台 就跟这个 Artiva 一样 不过目前车身尺码还没有被曝光 不过我们相信如果采用这个 DNGA 平台的话 它的车身尺码应该不会和 Artiva 有太大的差别 以 Artiva 作为参考的话 Artiva 目前的轴距是 2520mm 如果 ASEAN 采用这一个轴距来打造的话 那么它的车身空间表现就会很出色 顺便提醒一下 目前的 ASEAN 它的轴距只有 2450mm 其实并没有太大 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轴距一下子变那么长去 那么它的空间表现就会影响到 Myvi 了 采用 DNGA 平台有什么优势呢? 其实就像我一开始说说的 ASEAN 的操控表现本身就算是不错了 但是它更换去 DNGA 平台之后呢 相信它的操控表现也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因为 DNGA 平台主打的就是这个出色的操控表现 另外它的安全性应该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目前的 ASEAN 只有 ASEAN NCAP 4 星的成绩 相信更换了新平台它会变成 5 星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这个空间表现的放大 就会压缩到 Myvi 的生存空间 而下一代的 Myvi 应该也会放大 其实我们手上也有一些关于下一代 Myvi 的消息啦 不过这个等以后有机会再说 因为目前相关消息还没有太明确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这款车的引擎配置 其实这款车在 2014 年发布的时候 采用的这个 1.0 公升 3 缸自然进气引擎呢 表现也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的 它的油耗表现确实有一定的水准 不过它唯一的勾病就是它的动力表现并不是太足够 因此呢根据一些未确认的消息指出 在这个新一代的 ASEAN 上面呢 原厂会导入一台新的引擎来增加它的引动力表现 这台引擎就是在印尼市场 这个 Toyota Rice 还有 Toyota Rocky 采用的 1.2 公升 3 缸自然进气引擎 我们以印尼版本的 Toyota Rice 作为参考 这具引擎最大马力是 97 HP 峰值扭率表现则是 113 Nm 跟这个 ASEAN 的 1.0 公升引擎相比呢 马力表现进步非常的大 而它的这个油耗表现其实有一定的水准 具体也可以在 15 km 以上 我相信呢如果 ASEAN 真的换上这具引擎的话 它会更受马来西亚市场的青睐 因为 ASEAN 的 1.0 公升引擎呢 动力确实差了一点点 如果有这个 1.2 公升的引擎做选项的话 它会让你有多一个新的选择 除此之外呢匹配的变速箱没有意外的话 也会从这个四速自排变速箱 变成了 DCVT 变速箱 给予这辆车更强的加速表现 我们可以以 Myvi 作为参考 Myvi 在使用 480 的时候 它的加速表现是非常的慢的 基本上可以讲是 V-Segment 最慢 但是更换了 DCVT 之后 它的 0-100 加速表现 官方公布的数据是 10.2 秒 以一台 V-Segment 来讲 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的 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 ASEAN 更换新变速箱之后 它的动力表现会有多强 最后要讲的就是安全配备 这几年 Pro2 的车款呢 在安全配备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的一个诚意 在 ASEAN 上面 甚至你也可以看到的 ASEAN 2.0 其实我们相信在新一代的车型上面 这个 ASEAN 系统会进行提升 它可能会升级到最新的 ASEAN 3.0 甚至是 ASEAN 4.0 但是因为价钱的关系呢 所以像是 Myvi 上面的远近光灯自动调节呢 还有这个 ASEAN 3.0 应该不会在 ASEAN 上面看到 不过作为一款入门车 有这个基础的这个前方撞击易警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的安全配备 我觉得已经非常足够了 但是呢我自己希望呢 可以增加这个车侧盲点侦测 这样子这辆车会更全面 因为在马来西亚开车 你永远不会想到你的旁边 即时会出现一辆摩托 不小心撞下去的话就惨哦 根据我们获得的可靠消息指出 新一代的 ASEAN D74A 会在 2023 年推出 但是我们还不清楚它是在哪一个季度 但是在上半年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因为 ASEAN 确实真的到了一个要改款的时间点啦 它的销量也已经开始下跌了 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 PRODO 会为这个新的 ASEAN 做出怎么样的改变 不过值得一点的是 目前 ASEAN 的这个双胞胎车款 Toyota AGEA 呢 或者是这个 Toyota Vigo 在印尼跟菲律宾市场 是还没有大改款车型的 所以我们就等等看 这个 AGEA 的大改款 会不会就是这个新一代 ASEAN 的雏形呢 除此之外 PRODO 推出的车款 每一款必定是爆款车型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新一代的 ASEAN 如果真的推出的话 应该又是一款要给你等8个月以上的车子 所以你真的有兴趣换车的话 那么这款车公开预定的时候 你就要第一时间去订车 不然你真的要等很久 好啦 以上的消息 都是一些我们从小到获得 或者是从一些渠道获得的消息 官方没有证实 不过我相信巴九不离十 你是不是很期待这个新的 ASEAN 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见 拜拜